李尔纳杰克伯森·Leonard Jacobson 如何面对亲人在过去的生命旅程中造成的创伤? 问,随着我继续我的内外兼知的灵性修行 我闯入了充满童年创伤的一些领域 我认识到在被父亲虐待之后 50年过去了,我仍然对他狂怒不已 并且现在还能够回忆起童年早期的许多细节 我现在很难感觉或表达对他的爱 想对他讲明这一点是不是很自然 这样做有用吗? 如何以灵性方式来疗愈这个问题? 答,你的问题比较复杂 我不太确定你父亲如何虐待了你 但我假定这是性侵害也是情感方面的虐待 疗愈这些过往伤痛的真正要持 是觉醒进入当下时刻,更多地活在当下 当下时刻无染于过去 因此,当你觉醒进入临在时 过往的痛苦和创伤就会融化消失 就彷彷它们从未发生过一样 觉醒是两不知五 首先,要学习全然临在的艺术 打开进入你自身那个完全存在于当下的维度 而非其他 如果在这方面你需要指导 那就去寻找 一旦你在这个更高的觉知层面了解了自己 疗愈和释放过去的工作就能真正开始 在临在里,你能够允许过去的旧伤疤和疮痛上浮 进入觉知之光 这意味着你允许所有的情绪感受浮现并被有觉知的体验 但是要在爱和接纳的能量里进行 你没有试图除掉这些感受 你只是单纯地承认那些感受存在于你的内在 而你在允许它们表达它们自己 对于你这种情况 你要允许极大的愤怒在你内在全然上浮并表达它自己 愤怒只是想要表达出来 它存在于你的内在 因此它有权在这里并表达它自己 我不是指你向你父亲表达愤怒 至少不要去面对面地表达 去到你的房间 闭上眼睛想像它坐在你面前 让怒气发作 不要憋住压住 如果过了一会儿你开始大笑 那么你就知道你做对了 如果你不压抑它们 允许它们充分而负责任地被表达 你就会看到愤怒和暴怒是多么的荒谬无理 表达愤怒和暴怒只是一部分 愤怒之下是伤害 而伤害之下是需要 需要之下是恐惧 而恐惧之下是爱 这就像是一个被压抑情感的金字塔 当你允许所有这些感受被有觉知地表达出来时 它就会消融 最终被揭示出来的是爱 所以不要害怕你的感受 关键是要全然地表达它们 但要负责任地 并在无条件的爱和接纳的能量中进行 我们携带住这些旧伤痛 是因为我们在儿童时期压抑了 与这些伤痛有关的感受 如果它们被压抑了 就会以负面和限制性的方式影响你 因此 你必须通过允许这些感受和记忆上浮来 把这个压抑的过程逆转过来 而与此同时你要保持全然的临在 目睹这些感受在你内在的升起 我并不是建议你沉溺于这些感受 它们来自过去 它们不过是卡在你心里的记忆而已 它们没有其他意义 只是卡在了你的内部 而需要被带入觉知当中 并通过爱和接纳的力量被释放 对一个真正追求觉醒的人来说 除了把过去带入觉知将其疗愈和释放之外 它它对过去不会感兴趣 真相是 在当下时刻之外 莫有生命存在 实际上 你被虐待一事很有可能意味着与灵魂的功课有关 虐待或其他形式的受苦 通常给灵魂层面的深度疗愈提供了一个机会 你可能需要指导才能辨识出相关的灵魂功课 至于你目前和你父亲的关系 莫有哪条规定或法律条文说你必须要爱你的父亲或对他要有感情 在这方面莫有对错 在当下时刻的圆满之中 他并不是你的父亲 他只不过是一个曾经虐待过你的存在体 如果你想在这件事上与他对峙 那就去做好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就此祈求指引 与他对智慧导向疗愈和释放吗 这样做是否会让你敞开尽入爱 他会给你力量吗 会对他有任何帮助吗 最后 我要告诉你 宽恕有巨大的疗愈力量 但你不能假装地去宽恕 宽恕是新的运作 通常在我们已经体验了所有的受伤 愤怒和狂怒的情感之后 才升起宽恕之心 当我们还无觉知地携带住这些感受时 真正的宽恕就不可能升起 再一次 莫有法律条文说你必须原谅他 虽然这会疗愈你的心 我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指导 请不要犹豫 可以再联系我 本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阅读 祝福早日登出回家